这也是我见过最狠、最不废话的杀手 杀手1和杀手2假扮成物业 借着检查媒体的名义进入目标1号家 完事儿出门错转,下一秒 目标2号看到爆炸新闻 赶忙带着儿子开车跑路 远远看到有人停在路边修车 刚考虑要不要帮忙 然而 目标2号身受重伤 自知难逃一死 当机立断 把兜里的重要文件塞给儿子 找他下车藏好 务必将其交给媒体 随即关上车门 蒙踩油门 做出要逃的假象 进入倒下的具体 将车一追到底 砸成肉饼 杀手一看 必死无疑 也没下去检验的必要了 刚咬收工 一个女司机开车过来 问是不是出了车祸 要不要帮忙 解决了麻烦 两人立刻带上凶器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男孩也强忍着悲伤 往树林深处跑 一秒都不敢停 此时 狱主托孔正蹲在溪流边 处理手上的擦伤 他是林野局的消防员 刚刚森林突发雷暴 塔台作为整片林子的最高点 被屁个正高 得亏他跑得快 突然估计得被开个瓢 而他哭倒不是因为疼 是因为他又想到 多年前的那场悲剧 从林失活 他没能久出 困在活海的三个孩子 一分愧疚一直折磨他到今天 折磨眼泪一挥头 刚好看到满脸血的男孩 男孩看到他犹如惊弓之鸟 立刻转身逃走 图妞妞赶忙去追 把男孩强行摁住 他表明自己的身份 说只是想提供帮助 却还是被男孩一脚踢开 行吧 图妞妞也不强求了 你跑呗 我看你个小屁孩 能在林子里活几天 男孩一听 也知道自己无处可去 只好又叫住图妞妞 原来 男孩波比的父亲 是个会计 曾被裁罚工作 后意外掌握了 财发贿赂高官的证据 才被杀手盯上 图妞妞把波比 带回自己工作的塔台 想通过无线电 向北联系 却无奈地发现 设备全部被雷劈废了 年幼的男孩 统是至亲 又身负重镇 他只能选择相信图妞妞 他将自己的遭遇 河畔拖出 并给图妞妞妞 看了那份重要证据 图妞妞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决定连夜带着波比起程 先走出森林 再寻找媒体 与此同时 镇上的警长 发现了马路边的命案 问题在于 泼下那辆车 他认识 那是他一个老朋友的 几个小时前 他打了电话说 要带儿子过来投奔 但车里没有孩子 这边 警长上报后 带人去找波比 那边 杀手腕和杀手兔 也得到了消息 别问 问就是猜发警局 高层奢手一窝 若波比没死 那证据文件 只有可能就在波比手上 但这么大片森林 去哪里找个小破孩 干脆烧了得了 于是 两个杀手一不做 二不休 直接放火烧山 火势迅速蔓延 到了晚上 警长怀孕六个月的 妻子黑美 从广播里听到 森林试火的消息 此时 窗外有车灯闪烁 黑美还以为 是丈夫回来了 一开门正面 撞上两个杀手 杀手腕控制住黑美 随时把火箭塞进炉子 杀手兔屋内 搜寻一圈 没找到人 但注意到了一些 为婴儿准备的小衣物 这才发现 黑美是个孕妇 有软肋 那就更好说了 杀手兔 抄起火箭 逼紧黑美 听说你丈夫 在找一个孩子 好的 那打电话吧 火箭离开 黑美终于松了口气 颤颤巍巍的走过去 拨通了警长的号码 他假装 若无其事的 温暖男孩怎么样了 又问他饿不饿 不用话数 等于求救信号 杀手腕 上去就是一拳 黑美仓皇间 抓起一瓶 网红通款 青羊喷雾 黑美趁机冲进仓库 爆了把猎枪 回头就是一顿猛喷 两边各自人体瞄边一波后 匆匆告别 另一边 突公牛牛和波比 正在赶路 如今旷爷 再次遭遇雷暴 仍然只能活命狂奔 生死尽速 好在突公牛牛主角 光魂护体 又坚强地爬了起来 带着波比继续赶路 却不想迎面撞上 丛林大火 突公牛牛意识到 他们必须回去 因为他本应该 在塔台上观测到 火势并上报 但塔台报废了 直升机会赶来 查明情况 所以待在塔台上 等待救援 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此时 警长接到黑妹的 求救讯号后 立刻赶回家 同时正一边走 一边汇报 当场就被爆了头 警长赶忙 看了枪声的方向 一同乱射 他手里这把是 STI战术手枪 是著名电影 《基础追杀3》中 基努里维斯 使用过的通款枪线 这把枪 也是以著名的 M1911手枪 做原型而设计的 半自动手枪 由9毫米 点40 和点45 三种口径 特共选择 在电影《基础追杀3》中 基努里维斯 使用这把 深度定制版的 ST2011战术大师手枪 配合上 他一系列的战术动作 也让不少人 殊之并喜欢 这把武器 只可惜 警长授握神器 却并没有发挥作用 很快就被杀手 万切实 杀手发现 波比没在警长手上 才知道被黑妹骗了 咱们只能无能狂怒 郁闻警长 森林里还有没有 其他的人家 于是 警长只能把他们 带到塔台 森林里 除了他们一家子 也就兔妞妞 穿起手在这塔台上了 兔妞妞从望眼镜中 看到他们 立刻叫波比过来认人 问是不是那两个人 杀了他父亲 波比点头成事 兔妞妞就让他 藏在床下 剩下的他来解决 外面两个杀手 不确定塔台里 有没有埋伏 就叫警长 上去探一探 有人就带下来 没人就一把火烧了 警长无奈的 爬上塔台 说门是锁的 想敷衍过去 但杀手叫他 直接撞门 警长只好照做 但他没说的是 他跟兔妞妞 是认识的 警长三言两语 说明了情况 两个杀手在底下 看不清楚 杀手外就爬到高处 用背景观望 这一看 就看到警长 小子个人的叭叭叭 这他们要的 不是有人试什么 人人当机暴动开枪 警长手上倒架 只能叫兔妞妞 带着波比快跑 于是两人只能 一边匍匐着躲避 枪林弹雨 以便从后窗 勾索跳下 两个杀手劲撞 匆忙转移目标 也顾不得警长了 从树上跳下来 就要追 下一秒 两人猫在灌木 从后头 大概猜到了黑美的位置 杀手外当机立断 叫杀手兔继续追杀波比 杀手外主动出击 张着步枪活力的掩护 一步脑往前压 甚至他一梭子打完 重新上弹的剑机 黑美立刻起身 开出一枪 黑美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举着枪 走到杀手外面前 问自己丈夫在哪 得到答案后 黑美决然开枪灭口 另一边 兔妞妞妞和波比 再次逃到了火石边缘 他把波比叫到跟前定竹 绷前一百米 在左转一直跑 就能看到溪流 你需要在溪流中央 找一块最深邃宽的地方躺下 直到大火熄灭 兔妞妞妞要留下 独自对付杀手 但波比不肯 他才亲眼看到 父亲遇害 同样的悲痛 他不想再经历一次 而兔妞妞指示说 别让你父亲白死 波比咬着牙 转身抛走 坐在心中 万般不舍 很快 杀手兔追了过来 兔妞妞躲在树后 抓着登山搞 一个偷袭被裹 只能骚慌跑到 下一棵树躲避 眼看杀手兔越来越近 你的男女力量差距 实在太过悬殊 兔妞妞终于 还是战败 被杀手兔 拖着一拳又一拳 砸在脸上 威胁波比自己出来 波比知道 他出来将会面临什么 但他还是出来了 他很怕 于是他转过身去 结果下一秒 虎妞妞妞像 所有混属的母亲一样 没搞下去 都是奔着要他命去的 大火已经近在之时 虎妞妞没有杀他 因为大火 会带给他更剧烈 更长足的痛苦 这是他领得的 虎妞妞拉着波比 往西边跑 火车舔着后波领子 穷追不舍 两人尽可能把自己 藏进水里 只憋到极致时 才冒头呼吸一口 继续埋进水里 另一边 海美找到了自己丈夫 她的伤很重 两人哪里也去不了 只能戴着防空面具 仅仅尸指向扣 仅仅能带 或是过去 第二天黎明 西流两岸 一城焦土 结后余生的两人 互相搀扶着起身 而塔台内 夫妻俩满身灰烬 海美独自醒来 故事的最后 救援之称机终于到了 离开森林后 通牛又第一时间 帮波比联系了媒体 可波比却有点迷茫 答应父亲的事 他做到了之后 接下来 该怎么办呢 他 没有家了 通牛就安慰他 至少在你想的办法前 我会陪着你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 那些希望我死的人的故事 也叫主角 毫无存在感 反派疯狂找戏份 诱惑着叫 看起来很猛的反派 却低不过一名 妍妇之 我的废物老公 定操点比爆点多 例如 安吉丽娜朱莉的戏份不出财 看得人总觉得差点意思 更离谱的是那两个杀手 多少战斗草率 居然能被一个 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打得屁股尿流 但这俩是真残 从头到尾 故军奋战 一个帮手都没有 死了就死了 收尸都不带有人收的 背后的资本家 从头到尾没露面 这就是打工人的悲哀嘛 我麻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全部内容 关注电影之战脚 光学能读 经典电影 请不吝点赞订阅